嗯 海鮮超級爆炸大盤 而且看起來好豐盛喔 超大盤的 欸這都是一半而已喔 還有另一半喔 好好吃喔 有新一隻就給過 Hello 我是BB 今天來到了一間泰式火鍋店 但它跟一般的泰式火鍋不一樣喔 這一間呢是 Cooka泰式海鮮火鍋 它這裡的環境啊 是採用一點輕車感的感覺 然後今天我也是跟小潔 還有寶榮一起來吃的 聽說寶榮還有準備一些題目 我很害怕 好 那在影片看來之前 記得先幫我按讚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的通知 那還可以去看一下我們的FV 還有我們的IG 我跟Winnie在下面更新喔 那我們就繼續吧 走 Cooka泰式海鮮的環境好讚喔 旁邊的話幾乎都是用橘色綠色還有植栽的方式 植栽 然後我覺得蠻貼心的是 它門口那邊有設置酒精牙籤 還有除臭噴霧做飲料的吧台 那邊也有提供髮圈 如果吃火鍋很熱的話女生也可以辦 廁所裡面更是一應俱全 扣她這邊的話呢 需要付10%的服務費 那她的用餐時間是兩個小時 寵物如果要帶來這邊 沒有到其他客人的話是可以的喔 然後她菜單裡面就是會有一些單點的東西 她這邊的低銷是800塊 我是覺得比較多人來吃好像會比較划算一點 像我們今天就是三個人嘛 那今天我要吃的呢就是這個雙人的套餐 我們雖然是三個人 但是雙人套餐可以再加399就可以 變三個人也可以吃 那那個399還是可以抵消費的喔 可以點別的東西 套餐它有分成一般的 然後還有變成海陸的 然後還有龍蝦的 這次呢我們因為有三個人嘛 我們就直接升級到最大的海陸 對 所以現在桌上才會這麼澎湃 我這次點的套餐呢 它有包含前菜 開胃菜 桌邊菜 肉品 海鮮 配菜 還有最後有甜點跟飲料 開胃菜的話是煙花豆腐 有一點點魚露的味道 非常好吃 然後因為它有加點檸檬的感覺 所以很開胃 下一個是前菜 它是青木瓜絲耶 還有附檸檬 這個口味感覺台灣人是ok的 因為它沒有很辣 酸味占比較重 所以我覺得它在餐前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適合 飲料的話呢我們是雙人餐 它有兩杯飲料的coda 這兩杯飲料都可以做半價這樣子 因為它的椰子水裡面是有椰子的 而且它的泰奶裡面還有一朵花 超可愛 它是帶有一咪咪野奶味的鹽水 因為我還蠻喜歡喝椰子汁的 所以這個算是好喝 椰子好好吃 下一個是桌邊菜 這個當端上的時候超香 超爆香 我們在拍素材的時候就整個很像偷吃 但不行 你們有看到蝦子本人嗎 超大隻的 而且它的蝦餅是紮實脆口感的 很像那種另類泰式口味章魚燒的感覺 哈哈這個是我們399小潔那個費用來折底的 嫩烤松阪豬 就是它不是純粹 它是脆加一點點QQ的感覺 然後它外面那個醬汁我覺得 其實不會到很重鹹 就是是一道非常均衡的菜 我們一樣去外面吃就是 那種要選肉的 只要有松阪豬我就不會選起 真的 我覺得這個醬汁很好吃 原來有松阪豬價 對 全名是松阪豬 真的假的 不要下班好嗎 開始吃火鍋了 剛熟菜都吃完了 現在來試一下他們的湯底 那湯底總共有四種 那其中一個是素食者也可以喝的湯 所以你如果吃素的話來這邊是OK的 我們點的分別是它的 椰奶鍋還有它的冬蔭公鍋 它超級奶 因為它有加椰跟它裡面 有那個洋蔥的關係 所以整體會再更清爽 有點像清爽版的牛奶鍋的感覺 再加一個椰香味 另外一個冬蔭鍋鍋也很強 它裡面有超這種小辣椒 然後還有這個蝦頭 裡面超級多蝦頭的 冬蔭鍋的酸味很明顯 辣是後面會慢慢的上來 我覺得它配海鮮應該很好吃 那喝湯的時候呢可以把兩種的加在一起 喔 它會提升他們的香味喔 好 先弄一 一 嗯 現在是變成常人可接受的蒜 那個奶味的厚重感也會被冬蔭公氣吃掉 欸這樣感覺有種結合兩鍋優點 等它煮的過程中我們先來吃肉肉 肉的話我選了兩個 一個是豬一個是牛我們從豬開始吃 極品紅鷹豚 豬肉的話我們就煮熟一點 欸煮熟是嗎 煮熟了吧 先放著先放著 怎麼了怎麼了 你要幹嘛你要幹嘛 不要急 下鍊哪一種肉品的名稱和地名無關 A神護牛這個一定有關 B松阪豬C安格斯牛D伊比利豬 伊比利豬應該是伊比利那邊吃橡果的豬吧 C安格斯 確定 對 恭喜你 肉是我們的 什麼 妳是不是對一點 講過了講過了 而松阪豬是豬的後頸 跟它的臉頰這邊的肉 但是因為吃這個人的人他們覺得 喔跟松阪牛一樣的保持 所以就叫松阪豬 可以不要亂取名字嗎 松阪牛就松阪牛 幹嘛變成 就叫他QQ豬就好啦 我不要聽 我不要聽他拍手聲 我不聽 他雖然很厚 可是他吃起來其實是很嫩很Q的 超級 好我們謝謝保隆的分享 謝謝謝謝 再來下一下雪花牛 有耶 肉真的甜 他說牛肉的話呢 要加上洋蔥 這樣子包在一起吃 雪花牛 雪花牛本來就有點油香 然後再加上裡面那個奶味 本來就是有點就是奶奶膩膩的 加上那個洋蔥 超爆到味 欸你們是不是覺得肉兩盤就已經結束啦 沒有 今天一樣有優惠活動 超讚 他優惠就是他現在有COCA的會員 你可以免費加入 加入之後呢 你只要在生日的時候啊 他就會送你壽星禮 我跟保隆都是7月的壽星 所以我們是可以吃多一盤肉 而且這個肉原價是560 帥 然後他除了這個送肉的活動以外 他平常是可以集點的 你消費滿100就集一點 點住之後可以換東西 而且我們剛入會 所以他是可以送200塊的優惠券的喔 等一下可以折 我們選的是牛五股嫩煎小排 我來搭配一下他的泰式酸辣醬 這個醬沒有了 或洋蔥沒有了 我都可以跟他說唷 那個醬是有一點點小小的厚重感的 我覺得大家沾一下就好 然後那個泰味非常的濃郁 甜感少一點點 所以不是大家心裡想像的那個酸辣醬喔 我來總共有三個 外面是芋頭貢丸 修大牛肉丸 還有墨魚牛軋糖 這個很好吃耶 芋頭它是外面有那貢丸的糖跟脆 然後裡面那個芋頭又很綿 最期待的墨魚牛軋糖 它就是外面是墨魚丸體 然後裡面有墨魚丁這樣 終於要開始吃海鮮了 海鮮超級爆炸大盤 而且看起來好澎湃喔 那我們先下鍋吧 等一下等一下 3 2 1 收起來 完了 完了 開始 北海道生食大干貝 鮮活蛤蜊 船 等一下 船在透抽 金木鱸魚片 小花枝 這個最好吃 其實我知道有天使紅蝦白蝦跟草蝦 但是我現在就不知道他官方取了什麼可愛的名字 這四個字四個字 有一個蝦子它是可以自由自在跑步的 野放草蝦 這樣我中幾個啊 我中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還可以吧 大家 請問你們是可以幫忙剝蝦嗎 謝謝 再接著淡菜 它一定不叫淡菜 它一定叫一些很華麗的名字 其實 脆淡菜 蛤蜊超肥的 超級鮮 咬下去之後都是那個海洋的味道 干貝超級大 很Q 就這兩個其實很像 但是海鮮清醬比較稀 然後海鮮清醬再辣一點點 然後它還會有那種檸檬的那個清新的味道 所以真的跟海鮮很搭耶 金木鱸魚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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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剝好的蝦子太幸福了 蝦子跟剛剛蝦餅吃到的很像 是很扎實很脆口的那種蝦子 來怎麼樣你們剛剛吃那些我沒吃到的海鮮 味道怎麼樣啊 好吃 美心一切好多多多多 謝謝 謝謝 我一點都不嫉妒 我一點都不在意 哈哈哈哈 沒關係 就算沒有吃到所有的海鮮 龍蝦總不能搞我了吧 好 那手邊的動作停下來 高手 給你看龍蝦五秒鐘 好 5 4 3 2 1 好 龍蝦的 腹部 有 屁了 誰會輸我傻眼了 等一下我覺得尾上應該是三個 然後腳 十隻吧 腹部有七隻 這個我還是誰會知道 都猜的 七個好了 七個結 所以你答案是七三十嗎 對 那你只能吃一口 哈哈哈哈哈哈 是哪一個對 最後一個是答對 所以他找到五隊長 那我可以瞎身吃一口 熬吃一口 然後頭吃一口嗎 小雪我們多年的勤奮 勉強可以啦 耶 謝謝 龍蝦 超大盤的 欸這個是一半而已喔 還有另一半喔 噔噔 裡面有熬肉喔 哇 一口對不對 我想起來了一口 沒錯 你們看他超新鮮 所以他完全不黏殼 我是全部連著他下面的那個熬 都抽起來喔 除了肉以外還有糕喔 很好吃喔 讓你吃一口有沾醬的好不好 謝謝寶容 我愛寶容 嗯 沾醬真的挺好的 因為我覺得他會吸到 湯裡的很多湯 所以對我來說多硬公的話 我覺得他算 肉跟其他東西會比較剛好 來吃吃看一點他的蝦膏 好濃郁 你們有沒有覺得桌上的東西還超多 這是非常正常的 吃太飽了 對我們吃的超飽多 好像大家可以像我們這樣子點欸 他熟人山超級多 他的菜單裡面呢 總共有酸甜苦辣 四種味道 然後我們選的是他的酸 還有他的辣 這個呢是酸 是他的芒果奶酪 喔 他的奶酪的質地 看起來很特別 嗯 好奶 真的是帶酸的芒果 不是那種純甜的那種芒果 好好吃欸 他的奶酪很濃 嗯 很濃欸 這個是他的辣 是他的餅乾喔 而且聽說是手工的 他穿橘色黃色好像是因為 他是用咖哩跟紅咖哩 吃起來好像那種古早味點心喔 喜餅的口感 可是是牛車餅的味道 嗯 兩個都是辣的 他只有瑋瑜一點點對不對 就是沒有到很辣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好吃餅乾可以點這個 吃完了 各人差不多 加服務費之後是一千塊左右 其實我覺得OK 因為我們今天吃到的食材 都很定基 有龍蝦 單杯 還有超多海鮮 肉品也都很好吃 整體下來的感覺就是很泰 尤其搭配那個醬料 然後環境也真的很舒服很舒服 真的沒有什麼好挑剔 總之今天吃完 我也是非常非常推薦這一間店的 那你們有什麼比較喜歡的嗎 我雖然平常最喜歡松瓣豬 但我今天最經驗的是龍蝦 不會好吃到 我會改名叫波斯杜保隆 不行不行 抱歉了 松瓣保隆已經不負存在了 好以上就是我們香港人的心得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推薦的泰式料理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也可以去看我們的優惠網站 CPU快點TW 那我們就下期見囉 掰掰 這兩個東西去做一個打 這可以撿滑絮耶 對 可以啊 那我先給你啊 好 謝謝謝謝 那你地上就要丟了 你來看看 我真的沒 olho 你不看 你真的會看 你會看 我一生 你不看